说到了道士 您的脑海礼服 牵出什么样的形象跟声音呢 我们接下来给您介绍了这一位 他非常的接地气 也非常的另类 就这一位 他的名字叫做潘仲鹏 他在新北瑞芳当地 还蛮有名气的 除了在庙里帮人收金 让人问世之外 另外一方面 他也在国立海洋大学 攻读硕士的学位 但你可能要问了 不过就是道士吗 为什么要读这么高的学位呢 说到底 这个举动 跟他的父亲大人关系 才一大早 瑞芳小镇这间公庙门前 就挤满大批人潮 原来是为了收紧而来 你把我扶起来 扶起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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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不分男女老幼全跑来庙里 请道长收金消灾 是因为这是一项免费提供的服务 收金去外面是都要钱的 因为他只要 要扮什么活动 他人来的时候 活动一个街段 效果的时间 什么人来的时候 都不用贵的收金 信徒口中热心的道长 名叫潘正鹏 只要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都可以在新北瑞芳的大小庙宇看见他 免费替人 消灾祈福 他很热心 就是附近的庙宇需要的话 他都没有二话不说 我们需要改肯定 现在真好 备受村民认可了年轻道长 为什么要牺牲 赚红包的好机会 一切都是为了他 早逝的父亲是潘正鹏 心里最大的遗憾 因为不管是消灾祈福 或者是驱邪必上的道法科宜 全都来自于爸爸的传承 这个是我父亲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七星件 这个一百多年 这个都是在在处处 都是我嘱咐我父亲 留下来的一个精神 四口大铁柜里 留下的全都是从爷爷传到父亲 再传到他手里的各种法器经书 是潘正鹏心里最珍贵的五家之宝 可别以为身为道士家族的一员 接班是理所当然 其实潘正鹏从小就很抗拒 这一个特殊职业 他叫做塞公 塞公的话那我又姓潘 他会就变成塞公盘的 师公潘这样子 我一个年轻人这样子 我就觉得我压力好大 童年时期的潘正鹏 对塞公这个词汇非常感冒 偏偏放学一回到家 就得充当父亲的小助理 想逃也逃不了 茶香我们一般的人 认为这个小动作没什么 可是我的香的话 我如果有一点偏差 有一点外斜的话 坦白讲我父亲 就会敲一下我的头 所以我每次跟他 在一起做法会的时候 我就会很害怕 极力想摆脱 道士称号的潘正鹏 高职毕业后 就跑去当搬货工人 也当过工厂作业员 下班后 他宁可和朋友在外喝酒玩乐 就是不想待在家里 却不知不觉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压力的话 我就借由酒来 自己把自己降压 可是后来我发现并没有降压 而是我越喝越多 一个礼拜最多喝到变成五天 这样子的生活到后面 坦白讲 跟着你的人也会怕 任凭父母百般苦口婆心 潘正鹏还是天天喝酒 最后连妻子都受不了 离他而去 他有跟我讲一句话 我就是瞧不起你 我就是看你是永远 你是依附在父母亲怀里面的 妈宝 你是阿斗 我看你哪天才会振作起来 妻子的离开是 压垮潘正棚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酒越喝越多无法自拔 直到那一天 他在半夢半醒之间 看到一个诡异的情境 我就梦见我走在我们活动的家乡的路上 就是火车站那边 梦境中是有一只大红鸟在 在我的那个头上 大概电信杆的高度在那边盘旋 这扬声在那边鸣叫 那只老鹰 既然我化成一个神明的一个 一个图腾就出来了 我很清楚 他就跟我讲说 四弟 你要记得我在等你 梦里的老鹰代表什么 潘正棚当下没有多想 但是隔天又有奇人进到他的梦里 他就穿一个道袍 就是很明显是一个道夫 然后拍我的肩膀 说年轻人你在烦恼什么 我还可以跟他对话说 没有啊 我没有烦恼什么 他就跟我讲说 你 你时间到了 你要跟你父亲 好好的学习道法了 你不用再迟疑了 一连好几天的诡异梦境 都是要潘正棚学习道法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是神明显灵电话他吗 这时候的潘正棚决定挥别酗酒 失魂的阴霾 不再醉身梦死 让父亲失望 爱天珠 废教塞工又怎么样 重新振作起来的潘正棚 不再执着于外界异样的眼光 毅然决然接下父亲的棒子 还去报考大学夜间部 重回校园 精进自己 我是三十五岁才回去读大学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我在神明的面前我就发誓 我从此以后我要戒酒戒烟 学到自然本就是要纯净 比较纯朴的自己 晚上念书进修白天接法会 潘正棚忙到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 就是也是蛮痛苦的 因为打字我只能用所谓的 一样子的方式 就要一字一字这样按 可是每一份报告都是四五千个字 为了要做这个功课 厂长做到差不多半夜的时间 拉开橱柜拿出每一颗 都是九十分以上的成绩单 还有满满的奖状 这全都是潘正棚大学生涯 努力用功的回报 但是却来不及跟父亲分享 他连我大学毕业的 那个参加那个毕业典礼 或者看到我穿学士服的样子 也看不着 可是我曾经有跟他承诺 我最后握住他的双手 在病塌上我有讲 三年前潘爸爸突然脑中风 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撑了四天就离开人间 但是浪子回头的儿子 却还有好多话想跟父亲说 他虽然那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跟我回应了 可是我有在他耳朵讲 我爸你绝对放心 有朝一日我大学毕业 我考上研究所 我会双个像跟你讲 烧香跟天上的父亲禀报 过去荒唐的儿子已经脱胎换骨 努力向学的潘正鹏 在去年以第三名的好成绩 录取海洋大学海洋研究所的硕士班 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 目前为止还没有能读到研究所 也希望是说给天上的父亲 一个好的礼物这样子 让他们知道你们辛苦没有白费这样子 三个谈谈 第一个黄庆舟 第二个什么暑假 第三个人过年 认真听教授讲课潘正鹏聚精会神 在学生清一色都是小鲜肉的教室里 这位大叔同学显得有些突兀 就是他进来之后 老师跟我们提起 他是老师我们才知道 相处上就很好 对 就是跟一般就是同学这样子相处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机会 这个是第三关的关 没有啊 就最关 最后一关 就最后一关 哪怕眼前这一位学长的年纪 都跟儿子差不多了 潘正鹏还是虚心讨教 在教授眼里 平日礼物刀弄剑画幅的道长 在校园里并没有与众不同 他的精神是很可配的 从来不出席缺席 从来不缺席 然后呢这个 因为我不懂 就马上问一些这个前辈 我们就想说 你既然来了 我们就多给他这样子 宗教还有文化方面的知识 然后能够提升 提升他自己的内涵 才刚念硕一的潘正鹏 已经想好他的论文题目 是研究瑞芳的宗教文化 希望让故乡 好动有外界的印象 不再只是茅城而已 鞭策自己 也发愿回馈社会 让此回头了硕士道长 正一步步实现 他对父亲的承诺 以后如果有一天 当我这个儿子凋零了 我面对我们的祖先 面对你的时候 我也不会愧见于你们了 也不再去 我面对不再去 也不再去 我面对自己的 也不再去 慢慢地 转发 对 也不再去 我面对 我面对